新聞頭條帶你來看到台北市長柯文哲和遠雄集團董事長趙騰雄面對面會談 柯文哲當面向趙騰雄說要放棄過去做生意的思維 而被問到會不會和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會面 柯文哲說要等到他氣笑 那有一件的話也關聯這個產業工會 可以到市政府來討論 需要花600萬分報紙 不用在外面開啟之後 事實上我們也不是反商也不是仇戶 我們只是反對建商跟反對官商勾結 一開始就表示立場 在昨天柯文哲與遠雄雙方達成協議重新議約 柯市長說出一個趙騰雄等於十個夜市文 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被媒體詢問是否在給趙騰雄下馬威 只是跟他講說那個 以前那個做生意的方法過去了 新的時代沒有辦法再用這種方法 所以只是讓他放棄過去的思維 因為三創數位園區 BOT案 引發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大動作在各報 刊登聲明 會不會跟郭台銘進行會談 柯屁則說 反正等我氣消的再來嘛 市長所以你要怎麼樣才會氣消 我也不曉得 吃以前煮斷劑還是怎樣嘛 北市府大門出現萬象更新 改變城鎮春蓮相當醒目 彷彿要讓市民有感 面對商界壓力 市長強硬和直白的風格 將帶來新的氣象 新唐亞太電視常會要 詹佑如台灣台北報導 請按照